我是火山 让我们来看第二期来自金边的报道 柬埔寨的金边 珊珊来自第二期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人 扎克伯格小扎 一部手机 华为昨天在德国慕尼黑发布的新款手机 一座城就是我身后的柬埔寨首都 金边 我们先来聊聊小扎 昨天小扎在华盛顿跟川普见面了 当然扎克伯格跟川普见面并不意外 因为小扎的早期投资人皮特蒂尔 几乎是硅谷唯一支持川普的 因为硅谷人都比较讨厌川普 但是皮特蒂尔是例外的 近期扎克伯格经常往华盛顿跑 深度的卷入了华盛顿的事情 那么主要是两个原因吧 第一个原因就是之前有人指控说 Facebook利用自己的数据能力 帮助川普打击他的竞选对手希拉里 并且引导误导美国选民 来帮助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那么这个就逼迫着扎克伯格到国会去做听证 那么近期的事情呢是Facebook利用区块链技术 做了一个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一个支付工具 叫Libra 那么这个东西对美国金融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冲击 所以这个逼迫着这个Facebook不得不去国会再次做听证 那现在互联网已经进入了商业互联网的深水区 互联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现象 它更是一种社会现象 跟我们的社会 个人生活 隐私 金融 等等等等 有越来越紧密的关系 所以说扎克伯格往国会跑的这个事呢 应该是一个趋势吧 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就是 华为新款手机 我们在上一期也聊到了这款手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 就是麒麟990 那么麒麟990是一款台积电代工的7纳米的5G芯片 那么这款手机 这款芯片也意味着华为正式的登上了这个5G时代的科技霸主的这么一个舞台 那么也因此会受到美国政府更紧的这个钉梢 那么这次也是华为手机首次没有搭载谷歌家族的APP 对于欧洲 因为欧洲是华为的主战场 欧洲的用户 包括其他国家的用户可能就比较的头疼了 所以也因此华为的手机在今年它的这个出货量可能要少几千万只吧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华为把它的这个欲霸的摄像头模式已经改为一个圆形模式了 这个顺便于成东还把这个苹果也黑了一把 因为苹果才刚刚的仿效了华为的欲霸模式 把自己手机的这个摄像头做成了欲霸模式 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柬埔寨首都金边 这是我第一次来金边 我们知道这个西哈努克国王是中国的老朋友 所以说呢历来中国跟柬埔寨的关系不错 特别是目前的这个洪森首相跟中国关系也很好 所以说我住的这个酒店 金介酒店楼下就有很大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小镇 一个广告 那么柬埔寨也是一带一路的非常重要的枢纽 而且洪森政府跟华为的关系也非常好 99年华为就进入了这个柬埔寨 那么这应该是华为的基站 那么华为在柬埔寨做了很多的工艺 做水井啊 什么未来种子计划呀 然后现在柬埔寨70%的这个电信基础设施都是华为做的 然后我们在金边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 一出安检就可以看到非常显眼的这个华为手机的广告 所以一出海关就看到了华为的广告 所以说柬埔寨是东南亚国家里面对中国最友好 对5G最友好的国家 所以它是5G在东南亚 一带一路在东南亚非常重要的枢纽 好 我们现在有请火山来做小结 好 现在我来小结一下 柬埔寨的首相洪森呢 其实他在北京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就会见过华为的副总裁 在黎金哥 那么他们也就华为推进柬埔寨的这么一个5G的成为5G国家 也达成了一定的合作 而华为其实99年的时候就有在柬埔寨开展业务 今年已经是他们合作的第20周年了 不过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华为 华为 华为 其实我们也不是华为的水军 没有给我们一分钱 只是就5G这个业务来谈这个事 那么其实中国和柬埔寨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好 而且中国对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账 中国对柬埔寨的投资已经超过了500亿美元 我们也能看到柬埔寨它现在也对数字化经济 还有各种的高新科技都非常的重视 所以呢 也期待能够 秋山能够在柬埔寨的金边呢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分享 好 以上就是我们第二期的内容 欢迎关注我们的二维码 期待哦 期待第二期 第一期的本币 谢谢观看